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巴黎奥运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的穆雷和埃文斯在男子双打比赛中的最新战况 这可能是穆雷的最后一场奥运比赛 您将看到他们如何在首轮比赛中惊险逆转 对抗强劲的比利时组合的桑德、吉勒和约兰、弗利根 此外,我们还会展示一张由David、J、PhilApe拍摄的非凡奥运照片 捕捉到游泳选手本田之来,在水中瞬间的精彩画面 最后,我们将带您探访美国运动员在巴黎的训练设施 看看他们如何在这里摸你家的感觉 为奥运会和残奥会做充分准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期的2024巴黎奥运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三篇来自知名媒体的报道 并从不同角度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评论 首先,让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文章的来源 这些报道分别来自Telegraph和美联社 以下,我们将逐一解析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 并进行深入评论 首先,我们来看Telegraph 关于穆雷和埃文斯在巴黎2024男子双打比赛中的最新情况的报道 在巴黎的菲利普下地I球场上虽空座位不少 但这并未削减球迷对本场比赛的期待 英格兰的安迪、穆雷和丹·埃文斯将在这场比赛中 对阵比利时组合的桑德、吉勒和约兰、弗利根 对于穆雷来说,这场比赛可能是其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 因此备受关注 在首轮比赛中,穆雷和埃文斯上演了一场扣人心弦的逆转秀 他们在超级抢7中连续挽救了5个赛点 最终击败了日本组合锦之龟和丹尼尔太郎 此一不仅让穆雷的粉丝们经历了一次情感过山车 更展现了穆雷顽强的斗志和不屈的精神 而比利时组合吉勒和弗利根的首轮比赛显得轻松许多 他们以7-5、6-4的比分战胜了法国的8号种子 阿瑟、菲尔斯和雨果、安倍 这对组合已搭档11年 并在去年法网获得亚军 今年4月还在蒙特卡洛的红土赛中夺冠 显示出强劲的实力 穆雷在首轮比赛中表现出了与时间对抗的决心 但其退役的现实已经逐渐逼近 据悉,他已表示这是他漫长告别的最后阶段 尽管穆雷和埃文斯在比赛中逐渐找到了默契 但他们也意识到需要减少失误并保持稳定的表现 穆雷在赛后表示 希望他们能更为稳定并重现第二盘末段的出色表现 相信他们可以打得更好 另一方面 埃文斯在单打比赛中被希腊的斯特凡诺斯、奇奇帕斯击败 赛后他感到非常疲惫 并对希腊球迷和奇奇帕斯的支持团队感到不满 尽管如此,埃文斯仍表示他会在双打比赛中恢复状态 并相信自己能重新回到最佳状态 这场双打比赛对穆雷和埃文斯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他们需要在比赛中找到最佳状态并克服身体和心理上的疲惫 我们将拭目以待 看看他们能否再创奇迹击败强大的比利时组合 继续他们在巴黎2024的征程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由美联社报道的一张非凡的奥运照片 这张照片由摄影师David J.Philip拍摄 记录了日本选手本田志来 在男子200米预赛中首次叠勇时护目镜弹出的瞬间 这张照片之所以如此特别 是因为它捕捉到了一个瞬间的戏剧性细节 护目镜在本田志来浮出水面的瞬间弹出 背景的水花四件中这一小块颜色使它的脸脱颖而出 成为整个画面的焦点 这张照片是用索尼AE相机和16-35毫米镜头 放置在泳池底部的水下外壳中拍摄的 背景的水花和那一刹那的面部表情完美结合 使这张照片成为一幅引人入胜的作品 充分展示了奥运赛场上的激烈与瞬息万变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美联社关于美国奥运运动员 在法国的训练设施的报道 美国铁饼选手瓦拉利·奥尔曼 在宁静的田野上练习投掷动作 举重运动员玛丽·泰森的拉鹏 则在训练室内接受指导 街舞选手杰弗里 路易斯在隔壁房间里随嘻哈节奏摆动身体 这些运动员都在 Athlet高性能训练中心进行训练 这是美国运动员 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 做准备的基地 这个训练中心 位于巴黎北部的小郊区 欧巴内与大部分运动员居住 和训练的圣诞尼奥运村分开 这里拥有全套的是 内外跑道、篮球场和游泳池等设施 此外还设有完整的运动医学诊所 和恢复中心 住有约100个睡房的住宅区 并随时提供心理健康专家 和运动心理学家的服务 美国奥运和残奥委员会的分巴尔 基尔万表示 这里采用多学科的方法 为运动员提供一站式服务 使他们在奥运备战期间 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基尔万还提到 与Athlet的合作准备工作 自2018年开始 经过多方考察后 最终选择了这个设施 大约300名来自16个奥运项目的运动员 正在使用这个中心 而在残奥会期间 将有约150名来自12个项目的运动员 在此训练 每天有超过200名运动员 来这里进行饮食 训练 体能训练或恢复 艺术游泳运动员菲尔德表示 他和队友们 对美国运动员 能拥有如此完善的设施 感到震惊 这些设施的存在 不仅帮助运动员们 适应新的环境 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 舒适的训练环境 使他们能在远离家乡的异国他乡 找到家的感觉 总结来看 这三篇报道 从不同角度 展现了2024巴黎奥运会的 精彩瞬间和背后故事 穆雷和艾文斯的比赛 不仅是一场竞技拼搏 更是情感的释放 和告别的挣扎 David J.Philab的摄影作品 捕捉了瞬间的美丽与戏剧性 成为奥运会的视觉盛宴 而美国运动员在法国的训练设施 则展示了现代竞技体育中的 专业化和人性化管理 这些都为我们展现了 奥运会的多彩与多面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我们将继续关注 2024巴黎奥运会的最新动态 带给您更多精彩报道 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我们将带来一场 备受期待的比赛 这或许是安迪 木雷最后一场比赛 尽管菲利普下地I球场的座位 还有不少空缺 但这并不影响 我们对这场比赛的热情与期待 今天的比赛 英国队的安迪、穆雷和丹·埃文斯 将对阵比利时的桑德、吉乐和约兰、弗利根 这场对决势必激烈 让我们拭目以待 穆雷和埃文斯 在周日的首轮比赛中 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逆转秀 他们在超级抢7中 连续挽救了五个赛点 最终击败了日本的锦之龟和丹尼尔太郎 这场比赛让穆雷的粉丝 经历了一次情感过山车 穆雷再次展示了 他顽强的斗志和不屈的精神 相较之下 吉乐和弗利根的首轮比赛 显得轻松许多 他们以7-5、6-4的比分 击败了法国的八号种子 阿瑟、菲尔斯和雨果、安倍 这对比利时组合 已经搭档11年 在去年法网中获得亚军 今年4月 更是在蒙特卡洛的红土赛中夺冠 实力不容小觑 穆雷在周日的比赛中 展示了对抗时间流逝的决心 但他的退役已渐行渐进 他表示 这是他漫长告别的最后阶段 穆雷和埃文斯 在比赛中逐渐找到了默契 他们希望 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减少失误 并保持稳定的表现 穆雷说 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稳定 并且重现我们 在第二盘末段的出色表现 我相信 我们可以打得更好 埃文斯在周一的单打比赛中 被斯特凡诺斯 奇奇帕斯击败后 感到非常疲惫 他对希腊球迷 和奇奇帕斯的支持团队 感到不满 但他相信自己会在 今晚的比赛中恢复状态 埃文斯说 那场比赛真的不太好 场边的观众和他的团队 让我很烦 他是一位出色的网球选手 这是他最擅长的场地 比赛转换得太快了 今天实在是太累了 我昨天打了太多比赛 背部也很酸痛 但我相信明天我会没事的 这场比赛 对穆雷和埃文斯而言 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他们需要在比赛中 找到最佳状态 并克服身体和心理上的疲劳 让我们期待 这场精彩的对决 看看穆雷和埃文斯 能否再次上演奇迹 击败强大的比利时组合 继续他们在巴黎2024的征程 David J. Philip 在巴黎2024奥运会上 捕捉到了一张非凡的游泳照片 展现了日本选手本田智来 在男子200米预赛中 首次叠泳时 护目镜弹出的瞬间 这张照片 是用索尼A1相机 和16-35毫米镜头 放置在泳池底部的水下外壳中拍摄的 背景中的水花四件 使得本田智来的脸脱颖而出 吸引了所有观众的目光 这张照片 展现了摄影师捕捉动态 瞬间的卓越技巧和观察力 在巴黎北部的小郊区 欧巴内 美国运动员在 Athlet高性能训练中心 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做准备 这个训练中心 包括全套的是内外跑道 篮球场和游泳池 美国奥运和残奥委员会 为运动员创造了一个 远离家乡的家 提供全面的运动医学诊所 和恢复中心 心理健康专家 和运动心理学家 这里成为了运动员们的重要训练基地 从2018年 开始的合作准备工作 让约300名 来自16个奥运项目的运动员 在此训练 之后 还会有约150名 来自12个项目的残奥会运动员 使用这个中心 运动员能在这里进行饮食 训练 体能训练和恢复 为比赛做好准备 这个训练中心 提供了运动员熟悉的环境 和训练设施 让他们能在远离家乡的地方 感受到家的温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要为木雷和艾文斯加油 这对搭档在首轮比赛中 展现了他们的顽强精神 和绝佳配合 木雷虽然面临退役 但他依然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是一位伟大的运动员 这次比赛对他们来说 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希望他们能够再次创造奇迹 楚天书 你这么激动干吗 木雷这次真的 可能是最后一场比赛了 你不觉得有点悲情吗 而且吉乐和弗利根 可是实力雄厚 连今年蒙特卡洛的冠军都拿了 木雷和艾文斯 要应对对手的强势 不是件容易的事 谢琪琪 悲情也是一种力量 想想1999年法网的阿加西 他在年纪大了的时候 还是拿到了冠军 这就是斗志的力量 木雷同样可以再次上演这种奇迹 而且木雷和艾文斯的逆转秀 已经证明了他们的潜力和默契 楚天书 阿加西的例子不错 但也别忘了 阿加西可是单打的传奇 而不是双打 双打比赛 需要更多的协作和默契 吉乐和弗利根 可是一起搭档了11年 这可不是临时组队能比的 木雷和艾文斯的默契还有待提高 谢琪琪 默契是可以在比赛中逐渐培养的 想想2004年奥运会上的美国篮球队 他们也是临时组队 但依然拿到了铜牌 木雷和艾文斯只要保持稳定的表现 减少失误 他们完全有可能击败比利时组合 哎呀 楚天书 你这简直是硬拉硬拽啊 篮球和网球可不一样 篮球队有五个人可以互相补位 网球双打可是没那么多余地 艾文斯昨天才打完单打 还累得要死 今天怎么跟人拼啊 我看这次比赛 他们能撑住就不错了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 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